前總統 副總統 馬英九 吳敦毅 雙雙出席工商寫進會活動 十多家媒體大陣仗到場 採訪拍攝 但這平常不過的景象 熟能料到有一天 新聞自由會遭剝奪 就連司法底線都能失手 這樣的一個駁回 法界是非常的訝異 因為這個涉及的 不是一個企業管理的問題 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我們法院不管是哪一級的 都應該有更廣闊的 更高的視野來看這個問題 聲援中天假處分身心 盡遭駁回 馬英九援引法律專業見解 呼籲法院捍衛更高層次的 言論自由價值 前副總統吳敦毅更直言 蔡政府關中天令人難以想像 NCC對新聞自由 有過多的干涉 這是自由民主法治國家 不經常會出現的事情 這應該是NCC 要從頭檢討的一個案 我看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求法律來平反 這一點就是看我們國家 到底是有沒有一個 完整的法治國家 這個非常重要 同時在對法界呼籲 堅守司法中立 誤讓前人仲下的民主根基 毀於一旦 介紹他挺帳軒 S1小組台報導 怕的去滾丹豆用 12月12號起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掰了第四台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玩轉分析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守護台灣 刷一排加一排